博战争让很多人是没有办法越援人团圆 像是乌尔战争是否会扩大呢 目前似乎是走在钢索上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这几个月以来 他不断的要求希望能够用西方军援的长城飞弹 深入打击俄罗斯 普京听起来自然是很刺耳 以此普京也放话 说只要西方国家允许就等于是直接参战 那么美国当然是不乐见 所以美方就强调说他们的政策 从来没有改变 当然不让乌军专美于前 所以俄军近期也在库斯克地区 小小发起反攻 但是却被美国的国防部评论是四个字 说这个反攻是唯不足道 不过俄罗斯宣称已经收复了西部大片的领土 泽伦斯基的坦言说俄军确实发动了反攻 但这并没有打乱乌军的阵脚 而在这一个敏感时机 俄罗斯驱逐了六位的英国外交官 精准锁定目标 开枪射击 暗夜中火光不断 子弹连发炮火猛攻 看到敌军完全不留情 乌克兰出动亚速侦察机朝西部克里米纳方向俄罗斯阵地发动攻击 从夜晚一路激战到白天 乌军全副武装 还从阵亡的俄军身上搜刮武器 但尽管俄军差点团灭 周二他们展开反攻 俄罗斯空降部队机组员在库斯克边境连环发射炮弹 攻击似乎有所成效 俄军单方面宣布收回库斯科十个被控制的村庄 乌克兰总统泽勒斯基也低调证实俄军反攻 除了在战场上有所进展 俄军这几天展开的海洋2024战略演习 还频频传出军机误闯德国领空 被北约飞机拦截护送出境 另外俄罗斯八月时驱逐六名英国外交官 现在指控他们全是间谍 这让英俄两国紧张局势更加剧 英国在今年六月就曾驱逐 俄罗斯的外交官两国互相指控有间谍的存在 双方关系持续恶化中 特别新闻走报道 至于加萨的停火谈判至今依旧是没有任何的结果 癥结点就是在以色列不愿意在废城走廊撤兵 如今以色列更早来国际媒体前进废城走廊最南端的拉法 指控哈马斯利用这些地道来走私武器 地面掀起巨大烟城 以色列国防军在加萨南部拉法精准打击 但不止空袭 废墟巷洞间快步穿梭 要找到敌军藏匿点 挨家挨户近空所有房屋与哈马斯近距离交火 亲自曝光拉法西区特尔苏丹 以色列国防军进行打击 宣称在这里还有整个废城走廊成功瓦解哈马斯拉法旅 废城走廊绵延十三公里的地道 以色列宣称破坏这里百分之八十的设施 消灭两千多名哈马斯武装分子 战场上的斩获秀给外媒记者拍摄 黄角野岭远方剩下建筑废墟 CNN记者走进哈马斯建造的迷宫 埋藏地底的隧道高度比人高 甚至如果要开军车过去都没问题 以色列指控哈马斯透过地道从埃及边境 将大量武器走私进入加萨提供战争后勤 同行采访的不止CNN记者 路透社和美联社等主流媒体一起 重返以色列人质遭杀害的地点 然而加萨停火至今似乎没有进展 谈判就卡在废城走廊撤兵 而美国原本担心中东局势升温 派遣核动力航空母舰螺丝符号 现在也撤离将交棒其他航舰打击群 TVB的新闻都不到 至于两岸之间是不是又发生了一些 奇怪的事情 时隔三个月又有大陆籍的男子 驾着小艇偷渡来台湾 他向海巡鼠工称心为他欠债 所以想要来台湾投奔自由 他整整在海上漂了六天 不过我们独家掌握这名男子 他曾经具有共产党籍的身份 消防人员先合力把橡皮艇拖到岸边 带救的不是我们国人 是一名偷渡来台的陆籍王姓男子 穿着橘色救生衣被救起时 已经全身湿透 他上岸第一句先说我口好渴 看似偷渡过程花尽不少力气 就连走路都要有人从旁搀扶 当时王姓男子在这边出海口 自行上岸后拨打了119 消防人员发现他有晒伤和脱水的情形 先送一治疗 而这趟偷渡他自称花了六天才来到台湾 早上6点半钓客在林口后坑西 距离岸基100公尺处 发现他的踪影 7点04分海巡消防道场 发现艇里面有数个空宝特瓶罐 和4桶20公升空汽油桶 似乎未偷渡做足准备 他自称9月9号从浙江台州出发 海上漂流6天 足足有432公里 9月14号抵达台湾 但什么原因要冒险偷渡 TVBS还独家掌握 他曾参加过共青团 也有过共产党籍 这敏感身份是真的想投奔自由吗 这说法恐怕连海巡都不采信 TVBS新闻刘宇俊 上一次是淡水河口 这一次换成林口沿海 海巡署强调没有人为疏失 这名男子之所以能够开着小艇 畅省鼓鼠 是因为这个橡皮艇 只有3.6公尺长 目标物实在太小 所以雷达无法侦测 今天6月一名陆籍男子 才驾驶快艇 在淡水河口绕啊绕 其实他经历过了海巡的雷达战 还有守望哨 都没有人发现 如今时隔三个月 类似事件再度重演 海巡暗房哪里出了问题 将两事件对比 今年6月陆籍阮性男子 进入淡水河之际 海巡表示在北部外海 六海里侦测到小艇 即使无判为我方一船 属于守望哨的人为失误 不过这次王姓男子闯林口 海巡则解释雷达航机回放 没有发现不明航机 侦测小型目标 需要红外线热险项 移并强调 没有人为疏失 海巡署的分属 以及在这个海巡署 特警队的三层雷达 通通都可以看到的这个位置 质疑海巡论点 何况上一回陆艇偷渡 雷达上就有侦测到光点 要赶快解决问题 此刻就有网友点名 掌管海巡的海委会主委 管碧林 要管主委别再沉瘾 当务自己是防堵漏网 至于毕竟今年6月 陆籍阮姓男子上岸之后 声称想投奔自由 14号王姓男子 投入来到林口 说法完全相同 而阮姓男子 具有中共海军艇长经历 王姓男子也参与过共青团 前者驾驶的是快艇 后者则是橡皮艇 多处相似 虽暂且不知关联性 但对比阮姓男子 从距台250公里远的 福建宁德 透过子母船接驳 直倒淡水 这位阮姓男子则表示 是从400公里远的 增江台州自驾橡皮艇 来到这里 橡皮艇你要这样子 划过台湾海峡 实际上不太可能 但无论是用何种方式 偷渡被撬开的门户 得设法先把风堵住 TVBS宣理 郭政烟凤 台北岛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